很多长者都说会膝头痛 可能是膝关节退化 有医生自出 在年龄增长 关节劳损和受伤都会加速退化 陈太患有膝关节退化 之前那五六年 都过着寸步难行的生活 到近期做了膝关节支援手术 情况改善了很多 我不吃脂肪药没有办法 去到街上就去不了 有时打孖吃两粒 我心里就跌到谷底 朋友又联络不了 只在电话又见不到 又去不了远的地方 膝关节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 里面有一层透明圆骨 圆骨模式或者受伤 严重的话可能会无办法自行修复 就会发炎 甚至出现骨刺 导致膝关节退化 由医生指出 情况严重 可能要做室关节支援手术 重新治一个人工的润滑的关节面 从而患者可以很顺利走到路 骨刺会在这个手术当中移除 变形方面也因为骨极矫症的切割 是将一个弯曲 O字脚会伸回席 拉回席 手术之后 炎症发炎里面也处理好 现时在公立医院 做全室关节支援手术 要轮厚一年半至四年 有医生指 如果太迟做手术 关节有机会变形 手术前的印带 有一边拉得很紧 因为退化磨蝕了 另一边拉松了 因为变形问题 手术后左右边印带的平衡会有问题 现时政府就有公私营协作计划 制作患者到私营市场做手术 无线电视记者旷感用报导 政府早前修例 定名动物包括猫狗受新冠病毒感染 主人需要交出 愚户处发声明说 行使规例机会不大 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第599A章修订之后 如果不遵从指令交出动物 属违法和有罚则 愚户处发声明说 未有证据显示猫狗感染后 会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相关机会亦非常低 但重新若果有充分证据 例如连初发生仓鼠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就会审慎考虑使用有关的权力 处理有关的动物 防止病毒扩散 主方提醒 宠物主人如果确诊或是密切接触者需要留院或隔离 但没有证据是由宠物感染 宠物可以送去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 检疫隔离和监察 如果检测是阴性和监察结果满意 会安排主人接回 上水清河村清泽流围风强检 居民陆续到检测站 轮后接受采养 政府说因应大厦污水检测病毒量 相关确诊个案和其他环境因素等 经评估后决定围风 目标明天下午约1点完成行动 班纳马注册运游轮前日在香港东面海域爆炸 一死六伤 其中两个伤者由毅台转为严重 在政府飞行服务队用红外线拍摄的救援片段看到 现场风浪很大 运游轮不停摇访 救援人员到场时火警已经樸释 甲板上有船员求救 政府飞行服务队拯救人员 船员将船员吊运上直升机 再转送医院 涉事的巴拿马注册游轮 前日下午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水域爆炸 被行服务队出动定翼机和直升机 到现场搜索和救援 晚上将伤者送往医院 事件造成一死六伤 其中两个伤者一到危台 现时有两个人严重 两人情况稳定 官堂妖渡下午发生交通意外 一个男人被吊臂车撞到 送院之后不治 警方封锁涉事路段调查 地面流油血迹 下午5点半 一个怀疑患有精神病的41岁男人 在官堂妖渡往大老山随道方向 近彩虹村路段行走 期间被一架洗自家工程吊臂车撞到 伤者昏迷送往联合医院 曾经抢救之后不治 行政上官林郑月娥和行政上官参选人李家超 分别恭贺香港劍击代表张家朗 荣登世界排名第一 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表示 张家朗继去年东京奥运 为本港奪得回归后 搜免奥运金牌之后 作为本港劍击运动写下光辉一页 他捉远港队在稍后的男子团体赛力创皆识 林郑月娥提到月初收到桌球首附加进短讯 表达对桌球运动可能失去政府精英资助 平核计划下A级精英体育项目地位 他说鉴于疫情影响 体育委员会上月底已决定暂时不改变A级项目名单 留待明年检视 又说现行评审的准则着重奥运和亚运成绩 希望桌球可以成为2026年或2030年亚运会的比赛项目 勉励运动员要继续努力 警方说去年有600多个青少年涉及毒品案被捕 案年升三成年 有社工话家长可以留意子女 有没有使用毒品术语等的异样 22岁的阿产曾经犯运毒品 自己又吸食大麻的习惯 他说报寿了15公斤 直到现在都有后遗症 根据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数字 去年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有6019人 比前一年多了243人 而21岁以下吸毒青少年增加264人 即是说整年的升幅都是来自21岁以下年龄层 当局认为反映吸毒年轻化的严重性 而去年因为涉及毒品案 被捕的21岁以下人士有624人 案年上升三成二 最年轻的只有13岁 他们年轻 没有什么自控的能力 还有一个赚快钱的心态 所以他就被贩毒集团去利用 他们通常会担当一些高风险的派货 或者管理毒品仓的角色 又或者他跟他说 就算抓了你 你都不会被人告上法庭 最多只是做警司警戒的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谎话 事实上贩毒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案件 一个在囚的少女 当日他15岁是因为犯运20公斤的可卡因 而被警方拘捕 他最后是判处17年半的监狱 有蛇工就说 加上要多留意子女的行为 譬如来着蛇话420 其实都是大麻的一个称呼 其实这个字会不会出现在 小朋友的一些社交媒体上 贩毒其实大家都会想到 就是突然之间会多了一些钱 其实多了一些钱的时候 你看到些什么呢 就是小孩经常就说 看到着的衣服漂亮了 多了一些新光颈漂亮的东西 警方今个月已经展开 一连串的禁毒宣传和教育活动 例如推出禁毒微电影、动画等 提高青少年的禁毒意识 无线电视记者张永恩报道 声道日报社论 前政务司司长尼家超 自从宣布参选特首以来 连日拜访多个选委拉票 随着他的参选提名资格获确认 成为唯一候选人 加上已经拿到过半数选委支持 他未来的竞选工作重点 并不是拉票 而在花时间和精力赚写好静光 将他的施政理念 发成具体行动方案 提出务实方法 解决困扰香港当年的深层次问题 和当下疫情 改善经济民生 为香港开新片 文汇报社评 本港第五波疫情 累计近120万宗新冠确诊个案 部分患者在康复之后出现长新冠症状 严重的更加会影响工作和生活 政府既需统筹多方力量 对长新冠患者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医学支援 心理支援 也都要考虑对特定行业 将长新冠列入职业病范畴 保障因为工作染疫的雇员权益 明报社评 第五波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 虽然已经半和 但却令大家领教了 香港各种公用设施价软热 有市民投诉 他非因新冠离世的亲人遗体 在公众脸房存放一个月 怀疑因为脸房处理不当 出现媒变 没有办法辨认 是最新一例 政府有必要检讨公众脸房处理的标准 加速认领遗体的流程 令细者灵魂得慰藉 令他们的家属安心